大家好,我是張老師 今天我們稍微聊一個哲學問題 你不要看這個哲學問題沒有這麼複雜 這個問題 在日常生活當中你們都會碰到 但是一般人都不會太注意這個問題 稍微跟各位聊聊 最近相當多的同學在老師的視頻 這種影片下面留很多眼 感情不順,事業不薪,工作不調,身體不好 有時候是這樣看 這是小問題也是一個哲學問題 那我們慢慢的帶各位來欣賞中華文化精髓之處 你們應該一般人來講 以前大概都讀過一篇文章 叫做那個肉世民 山不再高,有先則明 水不再生,有榮則靈 詩是肉是,唯無得心 有沒有,這個大家都常常在背 什麼台橫上接曆,草色鹿年輕 彈笑有鴻爐,往來無白丁啊 大家都這樣讀對不對 誒?他在跟你講一件東西耶 各位沒有注意喔 他在跟你講什麼 亂世之中,生存之道 所以各位要注意啊 中華文化之浩瀚 你要看到那個 弦外之音你知道嗎 為什麼讀書要讀到 历透指輩 如果 這個作者的意思是照書面 那這有什麼好讀? 他一定是免禮長針 對不對? 你看喔,各位要注意 今年2023年 是經濟衰退十年的第一年 各位要有個心理準備 明年的這個時候 不會比現在好 一定會比現在差 齁,我還是那一句話 你能夠控制的 叫做你的能力 beyond your control 超過你能控制 會變成壓力 所以你現在不能去 不能去解決這個壓力的來源 這個外面的東西的來源 你一定要培養自己的能力 你看 弱氏民 劉雨席 寫得很清楚 山不再高 怎麼樣 有先則民 水勒 不再生 有龍則靈 師事弱氏 唯無得心 透露什麼東西 各位要注意看喔 要注意看 他要透露的信息 在講一個什麼 unique 差異性 你山不要高啊 有一條龍 有一個仙 水不要很深 有一條龍 你看 各位現在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張老師不是在很多視頻講嗎 你如何出乎其類 拔乎其類 在講這個 還有 運用之妙 存乎於心 也在講這個 各位沒有注意聽 老師啊 我的婚姻碰到問題 我的男人不愛我 我就哇哇鼻孔 你的男人為什麼要愛你 你有的 其他外面的女人都有 你有什麼差異性 老師我有差異性 我很兇 我對我老公很苛刻 這是負面的好不好 我們要講主流 懂不懂 你身上有的 如果其他的女人身上都有 他為什麼要對你 念念不忘 愛不釋手 你找個理由給我聽 再過來 老師喔 我在工作 我老闆每天都給我很多的工作 又不跟我調心 我好想不幹喔 你有種試試看 你不幹 你不幹 我跟你講 他馬上找別人來取代你 為什麼 因為你一直沒有產生 你在這個職場上 在一個婚姻上 他的差異性 你看那個 有的女人就很厲害啊 洗手做羹湯 你知道嗎 老公回到家 他好像在服侍什麼 服侍王爺 聽好啦 皇帝輪不到你服侍 三十六公七色妾 開玩笑 一百零八個 好像那個楊三婆好漢 所以一般來講 王爺 那個租我回來 有沒有正公 就跟他服侍得很好 再服務最好的地方是 小翠兒 今天去陪老爺睡覺 你看 唉呀 我跟你講啊 你看那個 古代高手的女人 你會怕 我跟你講 看到人家流汗 去看看 胡森六夢 那個沈三百 沈三百 跟他太太在路上走路 看到一個女生 就看一個女生一眼 他太太馬上追過去 這位小妹子 然後把手肘拿出來 我家相公很喜歡你 如果可以的話 你願不願意來跟我當姐妹 你看人家 那個杜亮啊 氣吞萬里如虎 哪像你們這些女生 你老公你老朋友看一下別人 你就把他弄死他 把他餓死他 有沒有 我在講的重點是這樣子 聽好 不是失敗的失敗 不是成功的成功嘛 不是佛法的佛法 在這個亂世當中 你要生存 你要切記 不要進到一個叫做 邊際效益地檢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婚姻 也是這樣 很多婚姻你看 有善死者死凡 有善死者死凡 為什麽能克中者蓋寡 新三年舊三年 縫縫補補再三年 九年你都沒有變 好厲害啊 你們女生就會講什麽 男生都會講什麽 以前不是這樣嗎 你不曉得你旁邊這一個男生 已經不是昔日的 無下阿蒙 對不對 你要注意這個點 齁 再過來 男女時間這樣 事業這樣 尤其各位在工作上 今天要特別注意啊 你的工作只會夜累啦 不會不累 所以老師你講那麽多在講什麽 哈 你不是說亂世之道生存之道嗎 那我剛剛不是跟你講嗎 山不再高 有先則明 有明 有沒有 苗栗有一個仙山 水不再生 有龍則靈 事事肉事 為無得心 他在跟你講什麽 差異性啦 所以各位要注意齁 無論你的為人處事 你在工作上 在事業上 在感情上 在婚姻上 你要產生一個差異性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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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差異性是好的 不是壞的 我比別人敢 敢怎樣 不是 你要比別人更溫柔 更謙虛 像我的女生就相當厲害啊 真的 你看了 我跟你講你看到這種女生 草木一隻寒悲 風雨因而變色 我跟你講 多厲害 會跳蛇舞 snack dance 我跟你講 那種女生才是高手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這個點 你在與其詛咒這個社會 黑暗 感情不好 景氣不好 社會很亂 那你為什麼不改不改變自己 張老師一直講 你如何增加自己被人家 利用 運用 使用的價值 所以說 各位一定要花最多的時間 把你所有的 能夠用的資源 拿來投資什麼 你就想一個問題 你今天在上班 你如何在這個職場上 順風順水順利 憑什麼 憑你的差異性 為什麼台灣三師啊 三師收入最高 醫師 會計師 有沒有 還有建築師 為什麼 那個師自備的 因為它是產生市場的差異性 會計師也不是每個可以幹 有沒有 你注意看 那個醫師 你也知道 考都很難考 出來要實習做intern 所以他們收入好啊 齁 那律師也不錯啦 其實師自備的都相當好 所以原則上 他已經跟你透露一個訊息 但是有時候要注意啦 這個點還是要放 再講講一下 日本也有戰國時代 我跟各位講一下齁 日本也有那個戰國時代齁 那個槍巴拉那個時代 很有名 所以在日本一直流行啊 跟各位聊聊天啦齁 在日本一直流行一個傳說 也就是說啊 你養了一隻杜鵑 這一個杜鵑不叫的時候 你怎麼辦 那日本戰國時代 它是一脈相承嘛 織田信長 封城秀吉 德川家康嘛 那織田信長 它就是 就比較 雄壯威武有沒有 公之威猛 人不敢欺 公之精明 人不能欺 你知道嗎 就是很兇 他就說 杜鵑不叫 把他宅了 織田信長 你知道嗎 問到封城秀吉 請問一下封城上 你會怎麼處理 他會跟你講 杜鵑不叫 逗他叫 後來問到這個德川家康 年紀很大了 會 德川家康相當殘忍 殺掉那小孩子跟老婆 讓他在前面自殺 為了表示他對封城秀吉的忠心 你看 所以德川家康就講 杜鵑不叫 怎麼辦 等他叫 所以各位要注意 當你在經營事業 經營婚姻 或是經營男女之間的感情 或是在從事一些行業 你現在就三個選項 等他 逗他 對不對 還是放棄他 各位要注意 表面上看起來是一隻杜鵑 杜鵑在講什麼 就是講你這一個動機 所以看一看 你如果逗他叫 再過來你能逗他之後 有那個功力 你就等他 他一定會叫 為什麼 杜鵑的本能就是叫 他有時候不叫 杜鵑可能是他某方面的不舒服 所以各位要看 齁 我們中華文號 中華文號見過 日本文號一樣耶 一起同工之妙 那老師看這個視頻是這樣子啦 希望透過這個視頻 給大家一點 一點知識的提供 讓大家稍微有一點 紓解壓力的方法 還是那一句話 與其詛咒黑暗 你不如點亮蠟燭嗎 百年暗示 一燈能破 你在那邊叫叫沒有用 你現在能做的 就是如何增加你自己 被人家利用 運用 使用的價值嘛 張老師每天都在講這一句話 如何 如何運用之妙 就存入那一心 你要出乎這個淚 把握這個脆 那老師我現在都不會怎麼辦 慢慢來啊 我最喜歡講那個笑話 三年風吹 三年雨淋 三年日曬 以前那個國務孫中山不是跟你講嗎 無心信其可行 則依三天來之難 終有成功之日 你們現在一開始就沒有這種心 無心信其不可行 則反掌摺之之意 亦無收效之期 但是很多東西不是你的主觀認定 因為有時候你的想像很豐滿 啊現實就很骨感啊 這個時候就是靜下心來 不斷地培養自己的專業能力 等到你有這種專業 有這種優勢 再過來看看這個趨勢怎麼演變 叫我像那個誰啊 德川家康 我就等時間嘛 我就慢慢等 對不對 物極必返 慢慢等 慢慢等 只要你可以比patient wedding 天下一定有 所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啦 在這個亂世當中 生存之道 翻作白話文 就是增加你自己被人家利用 應用使用的價值 沒有辦法 因為天之道 就是損有餘補不足 我們是人 人之道是損不足奉有餘 所以這個人之道你要命耶 你知道嗎 我們生存的這個社會 你看那個馬克思 1818年到1883年 馬克思講的 資本主義啊 已經埋下自我毀滅的種子 資本論這麼厚 去查查看 有這一句話 為什麼 因為他不斷的在掠奪 所以各位要注意 剛剛我們生不逢死 想要去革命 現在是有政府的時代 可是你很委屈 委屈又不能求全 你知道嗎 有時候老師會勸各位 啊 委屈一下 如果委屈可以求全 委屈何妨 有時候你不斷的委屈 又不能求全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咋辦 量辦 我也不曉得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 不如轉移你的注意力 叫做替代方案 把你所有的時間 精力 財力 來培養你其他的專業能力 這個能力備而不用 為什麼叫備而不用 進可攻 退可守 切記啦 那如果要講英文 就是說 How to create your unique 因為這個unique 就是差異性啊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要去這家商店 吃這一個 這一個食物 這一個銅板架 這一個美食 因為他有差異性 他絕對不是我們家裡煮的東西啦 所以各位要注意啦 那今天就純粹跟各位聊聊 各位有什麼意見都相當好 很簡單 儘量到老師的視頻下面去留言 我不會馬上看 但是我一定會看 我看了以後 不一定會馬上回答 但是我盡我的能力 儘量回答你 那原則上來講 個人的問題 我就不太方便回答 因為個人太多了 如果你是那一種 有一種系統性的問題 老師啊婆媳不合 老師啊 走理不合 老師啊 我爸爸媽媽跟我情緒勒索 老師啊 我兒子女兒 是啃老族 這個是現象的問題 我喜歡跟各位探討 個別問題 那就 一行白路上青天 讓他慢慢飛過去啦 那我們今天視頻就講到這裡一樣 亂世之中 生存之道 應用之妙 存污一新 當你把握住 這一個視頻的精髓點 我相信你這輩子 有兩個字 起碼 什麼字 無憾 不會遺憾 為什麼我做的要死 為這個家庭付出那麼多 我的太太 我的先生 我的小孩子都沒有感激 甚至 對我吃之以鼻 你想到這個點 啊 原來我沒有做出一個 差異性 看了這個視頻之後 從此 洗心革面 洗心革面有沒有 把這個面革一革 有沒有 大人虎變 君子抱變 小人革面 革面變一下就好了啦 齁 一樣 喜歡老師視頻 按讚分享 加入訂閱或開啟小叮噹 不錯啦 反正友情支持一下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你們的按讚 然後分享 加入訂閱 就是對張老師最好的支持跟鼓勵 好 今天講到這裡 一樣 有什麼good idea 請去留言 老師啊 如何增加我的這樣這樣 我沒有意見 我會做一個綜合的分析 好 今天就跟各位講到這裡齁 祝各位平安喜樂 掰掰 OK OK 掰掰 掰掰 我們會看 好 好 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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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